卡丘莎火箭炮是二战时期苏联生产的一种自走火箭炮 中文名BM-13卡丘莎 德国纳粹称它为斯大林管风琴 这种自走火箭炮火力极其凶猛 可以有效治疗火力不足恐惧症 当时德军普通士兵对它的印象极深 堪称噩梦 在德国士兵的行话中 用到了一种恐怖的名字描述卡丘莎 比如死亡管风琴 地狱管道 100公顷大炮等 不过要注意一点 卡丘莎这个称呼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别 狭义上的卡丘莎 一般用来特制苏联共产国际兵工厂生产的BM-13型火箭炮 而广义上指的则是卡丘莎这个武器家族 从小口径的BM-8-26火箭炮 到只能装在大卡车上的双连305毫米BM-31重型火箭炮 都可以被称为卡丘莎 今天我们讲的是狭义上的卡丘莎 也就是BM-13卡丘莎多管火箭炮 从1939年到现在 这种火箭炮至今还在服役 先后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 以及后来的两一战争等 BM-13卡丘莎火箭炮 是一种多声管的自行火箭发射器 它有八根导轨 每根导轨上下 各可以挂载两枚火箭弹 导轨还有帮助火箭弹发射定向的作用 BM-13挂载的火箭弹的口径 是132毫米 最大射程8.6千米 卡丘莎火箭炮的发射方式多样 既可以单射也可以连射 甚至可以骑射 在7到10秒内 16枚火箭弹就可以被全部射出去 再次装填需要5到10分钟 这一款武器充满了粗犷的苏联人的风格 火力猛 使用简单 容易量产 造一辆发射卡丘莎的卡车 比造一辆卡车拖车 和一门105毫米炮的工时要少得多 虽然火箭炮比炮弹贵 精度还不好 损伤效果也没有同重量的炮弹好 但是它骑射的杀伤力十分可观 只要三辆车的骑射 一次就能投放48枚火箭弹 而且这个操作在几秒内就能完成 因此对于开阔地带 无重装防御的敌军 杀伤力巨大 射完还能迅速撤离 机动性很不错 而火炮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很困难 不止大量火炮还需要不少炮兵维护 由于射速问题也无法达到卡丘莎那样的效果 而且虽然火箭弹更贵 但是这样算下来 其实消耗的人力物力 火炮其实是超过卡丘莎的 最重要的是 火炮阵地有被定位反击的风险 而卡丘莎可以打完就跑 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苏德战争期间 1941年7月14日 德军的一支部队 刚刚占领了斯莫朗斯克的奥尔沙市 大量坦克和装甲车集中在奥尔沙火车站的四周 等待补充燃料和维护保养 但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阵巨响 无数炮弹从天而降 一时间 战场上火光四射 德军的装甲部队在轻刻间被摧毁 一片火光之中 步兵也同样损失惨重 但就在幸存的德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密集的弹幕和炮弹划过天空的尖笑声戛然而止 短短不到十秒钟 一切都像是没发生过似的 德军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袭击 他们也开始疑惑 到底是什么火炮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倾泻这么多弹药 直到莫斯科会战期间 德军缴获了一门装在卡车上的火箭发射器 这个时候才真像大白 这种武器当时保密度很高 就是当时苏军炮兵连的士兵都不知道他的正式名称 见过他的人也只知道炮车上有一个字母K 于是出于对这种武器的喜爱 苏联红军就把他称为卡丘莎 这个别名迅速在苏联红军中传播开来 而他在战场上的初次亮相得益于他猛烈的火力覆盖 缓解了德军炮火对苏军的压制 要知道当时苏德战争初期 德军投入作战的火炮约有四万多门 而且这些火炮技术比较先进 部分甚至是首次投入使用的 所以在初期 至少在炮兵的较量中 苏联方是落了下风 说到这里 这里简单给大伙科普下火箭的发明 火箭的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朝 构造很简单 在一根普通的箭杆上绑一个火药筒 通过后面的引火神点燃 然后借助气体反射的反作用力飞出去 这种火箭和现代火箭发射的原理是一样的 在明朝时期 发射火箭的装置就有几十种之多 用途也算是比较广 不过这些东西只能是古代冷兵器的一个延伸 火箭的应用始终没有能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发展 相反的是 在一战后的欧洲 火箭炮却逐渐被各国所重视 投入了不少人力物理来研发 有趣的是 德国倒是首先倒腾出来了这个玩意儿 不过因为诸多原因 火箭炮兵基本上是被当作炮兵的附属力量 只能说还是德意志科技天下第一啊 而苏联那边在十月革命之后 航天火箭也受到了重视 1921年专门研制火箭的第二中央特别设计局成立 经过设计师们不懈的努力 他们先后研制出了RS-82和RS-132等航空火箭弹 后来经过技术的沉淀 有两种火箭弹为苏军炮兵所用 1938年10月 火箭炮车车载实验正式开始 经过改进 以吉斯卡车为平台的火箭炮的稳定性大大提升 它的正式型号被命名为BM-13 卡丘莎火箭炮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形成密集而突然的火力覆盖 短时间内能产生巨大的爆破杀伤效力 以及叠加冲击波效力 在当时 没有一种武器能在面积覆盖和攻击效能上比得上它 卡丘莎也被称为二战时期的金属风暴 后来在1941年12月 日本海军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正式对法西斯宣战 1942年1月 美、苏、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之后 大批援助物资不断地运往苏联 对于苏军炮兵来说 最珍贵的就是各种运输车辆 所以 1943年以后生产的火箭炮 几乎都是将美国的通用GMC卡车当作底盘 而在后面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为了对付德军的火力点 苏军也投入了刚刚研制而成的新型火箭炮 也就是BM-30火箭炮 而在后面的柏林战役 也有着卡丘莎火箭炮的身影 在卡丘莎的奸笑声中 法西斯德国彻底失败 在二战后 中国志愿军入朝参加朝鲜战争 卡丘莎火炮也作为苏联支援的物资 出现在了战场上 在战争中 给联合国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心理压力 更是在关键的上甘岭战役的第三阶段中 在包括卡丘莎火箭炮在内的 一百多门火炮的火力覆盖下 志愿军开始反攻 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开展以来 进行的最大炮战 随后志愿军夺取了597.9高地 在后面的五天 双方陷入拉锯战 在军付出了巨大伤亡后 以志愿军的获胜告终 总的来说 卡丘莎至少在二战的时候 是相当成熟的一款武器 不仅简单实用 杀敌效果好的同时 还有着良好的机动性 也继承了大矛一贯的设计思路 以最简单的结构 最容易生产的方式 弄出可以大量生产的武器 不仅能适用大多数文化水平 相对不高的士兵 也能顶得住高强度战场上 对武器的高消耗量 武器还能做到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敌军头上倾泻最多的火力 相比苏联 当时美式火箭炮的研发目标 更偏向于通用性 而得势的 可能就更看重它的精度 只能说任何武器 都是视需求而定的 跟诸多因素有关 也不能单纯的判断谁好谁坏 而在现代的武器发展中 可能就需要更高的精度 来实现精准打击 其实二战时期的科技水平 与其追求精度 感觉倒不如将武器的覆盖面积提高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军事武器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